好 流言当头自由高照 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天马行空的直播室了 直播室有我加码 有我明 那我们今天请来了特别嘉宾啊 是来自马来西亚选名册研究小组的这个李维达会计师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你看啊 这个马来西亚呢 现在已经来到了大选的这个 第十三届 第十三届大选的这个阶段了 那在最后这个阶段呢 所有的人都非常关注 把焦点都放在这个大选上 其实我们不知道 在这几年来啊 就已经很早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NGO的组织啊 都在关注着这场大选 那么可能我们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些专门来研讨 这个大选的这种NGO组织 其中一个组织呢 就是马来西亚选名册研究小组 这个小组是由 王建平博士 王建平博士 他领导的这个这个小组啊 而且他们是具有权威性的 什么叫权威性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李先生 好啊 谢谢主持人 其实我们这个马来西亚选名册小组 他是有一群啊 志愿者啊 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来研究全国的选名册 嗯 他我们当然我们在这几个月内 花了蛮多的时间 用了一些蛮多的电脑的 嗯 程式啊 来分析 对来分析的 而且他们是用学术的那种方法去研究 研究这些选名册 呃什么什么原因让到你们 让你们就是说那么关注的 要研究这个选名册 哦 其实是很多原因的了 比如对我来说 呃 因为很这么多年来 很多人都说 有幽灵选名 幽灵选名 嗯 倒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或者任何一个 呃研究小组 能都能够具体的 举出一些例子 嗯 而呃 呃 当然黄建平博士也是很好 他能够啊 启发了这个研究小组 嗯 而我本身也是因为 嗯 有做 有做 做过类似的研究 嗯 而且有一点的电脑的知识 嗯 所以在某一个很巧合的 嗯 集会上 遇到了黄建平博士 嗯 那么之后 呃 几个月后 他就 起了这个念头 嗯 来真正的去做一个很彻底 很完整的 研究 嗯 的project 嗯 所以他就邀请了我进来 所以我也很乐意的 嗯 帮他过了这几个难忘的几个月 哈哈 OK 而且他们上个月才跟竞选的Membersay 嗯 一起在国会召开了那个 呃 啊 可是 啊 啊 进行了研究之后 我们发现到 你不可以有一个很 固定的思维 嗯 你能够想到什么 就要去 自由的发挥 自由的找 结果 单单单在啊 普通选民里 我们就找到了15个问题 嗯 而在邮寄选民里面 嗯 我们也几乎找到了 呃 呃 请待会 嗯 还一个普通选民 一个这个 呃 邮寄选民 对对对对 这这这两块是选民的这个呃 主要呃 值得关注的部分 对啊 嗯 比如来说 呃 普通选民的话 我们找到了15个大问题 嗯 然后邮寄选民 找到了10个大问题 嗯 所以我们已经把 这个呃 报告 嗯 已经放在了这个 internet 嗯 网络里面 对 所以有谁有兴趣去 呃 看的话 他们可以去这个 呃 Malaysia Electoral Project Block Spot 那边去找 嗯 而且这份报告 我们也是 呈给了 那个 呃 SPR 嗯 就是选委会 选举委员会 我们这个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我们的Facebook上面 所列出来的这个网址 啊 有兴趣 你就可以到这个 呃 这个网址去查看 这个报告 非常详细的报告 非常详细的这个报告 嗯 嗯 那呃 就是说 呃 你们呃 有了这样子的一些研究 呃 结果之后 你们有去呃 去拜访这个SPR 啊 有啊 呃 是说SPR 对你们是什么看法 可是我知道的是 他们以前想要拜访SPR SPR不愿意见他们 对 嗯 是 今天早上哦 他们才终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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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会面谈 对啊 如果你看到那个Murab的报告的话 呃 早早在7月5号的时候 呃 啊 王博士 就去见了SPR的呃 Chairman啦 丹水 Abduaziz 他 那时候丹水 Abduaziz就邀请 黄建民 博士 去有一个 所谓的对话的 那种 他怎么说 哎呃 哇 这个都得忘啊 你那么得空啊 一个人 没事干啊 要搞这样的研究 哈哈 这我就不想 那是我不在场 哈哈哈哈 OK 后来啊 在8月1号的时候 啊 黄博士就给了他们一个36月的报告 啊 而且这个36月的报告是 啊 关于啊 邮寄选民的问题 嗯 可是 给了之后就四层大海 哦 四层大海 四层大海 嗯 在27号的时候 嗯 啊 终于啊 黄博士问了几次之后 嗯 在27号8月的时候 一系就说 啊 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 反对党的领袖 嗯 我们不能够 见你了 哦 明白 所以你要通过你的 啊 啊 这个political party 啊 在政党来 跟我们要求 嗯 那么 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 黄博士就 把这份报告 带到去的国会 嗯 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 嗯 在啊 几位 啊 国会议员见证下 嗯 练了出来 嗯 所以 如果没有了 嗯 那个 嗯 动作的话 我们 就不可能在今天 呃 11月5号 所以 所以比赛 我们我们看来啊 就是说呃 这么一个动作啊 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不是任何人 你想要把你的研究成果交给他 就说我免费啊 我给你做了这些研究 我把我的研究成果 我交给你啊 你去先看一下 然后你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这你是谁啊 你你算老几啊 你给我这 这这样一份报告 这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委员会都是这种 这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 但是毕竟我觉得就是在呃 这一届的大选跟以往的大选不太一样 所以所有的方面呢都要关注就是呃 来自于民间的一些声音啊 那么呃 你你你不这样子接受他 你要他通过政党 他就通过政党 然后走一条这个政党的路径走进国会里 你到头来 你还是不得不来正视啊 这样子的一个 我这里有个插曲 我想说的 因为之前我们在跟啊 Murab小组就王静明博士一起一起合作 那我们帮他们去拍出来 就跟六年台合作嘛 拍出来幽灵选民的事 包括我们去到呃 巴生 去到呃 芙蓉去拍一些 真正就是说一百多岁的 我们就去一百多岁的那个家 去看有没有啊 你们尽情期待这个video 打个广告 呃 呃 呃 然后 我们就这个SPR的这个会面嘛 这个会谈 我们也想去拍啊 他们的回答就是 哦 所以不 要要配合他们 要合作就不能去拍 嗯 什么事啊 一个会谈见面而已啊 为什么不能拍 嗯 他们有什么 something to hide吗 是是 是 这结果呢 结果开了会又怎么样 呃 今天的话 我们呃 因为他要求 呃 黄华博士 嗯 以行动党的身份去见 所以我们就有四位党员呢 嗯 包括了他 嗯 去见了呃 选举委员会的几个高官啊 嗯 当然 但是又不在里面 他派另外一个 啊 历在里面 嗯 那么在一个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之间的交流会中 嗯 呃 我们觉得 他们的确是有诚意 嗯 来回应我们找出来的麻烦 嗯 可是有一些 呃 回答呢 答复呢 也是让我们觉得 他们可能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嗯 还是 还是有些东西 还是不想跟我们讲 只是一种直觉上的东西 直觉上的 可是我还是说 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嗯 可是还有很大的改定 是 进步的空间 嗯 那不如我们来关注一下 你们你们的所提成的这个报告的一些重点是什么 哦 比如来说 嗯 在我们的邮寄选民之中 嗯 我们发现了 到了有很多 嗯 其实可能要说什么是邮寄选民吧 是 邮寄选民 大部分的呢 是军人跟警察 嗯 因为啊 到这个 上一届大选为主 所谓的邮寄选民呢 包括那些军人和他们的屈指 嗯 还有警察 嗯 那么他们的投票方式呢 是不像我们你你我跑去一个投票中心 嗯 他们的选票呢 是要拿到去他们的经营 嗯 拿到去他们的警察局 嗯 在那一边 在没有查票员的监视下 嗯 来举行投票的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 听众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有一个邮寄选票的制度吗 为什么他们军人跟警察不能够像一般民众那样去 啊 在投票 什么 投票日 投票日 上天对 我们不像美国到处跑 嗯 而且 妻子呢 对 妻子 军人的妻子也同样是一个游记选民 可是比如来说 在福隆也好 在旺盛马铃 这是两国比较熟悉的地方 嗯 经营跟学校 才差没有一个公里 而且每天早上 可能这些军人啊 跑步 经过这些学校 嗯 他们的妻子可能带到他们的孩子去这边上学 嗯 有什么理由 他们不可以当天 去那边转了一转 偷了一个票就回来呢 嗯 所以 嗯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我认为 我们的游记选民的话 其实是一个 呃 大步 是个多次一举的 嗯 一个动作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次的大选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投票制度 嗯 就是提前投票 嗯 那么军人跟警察 可以在他们 居住的地方 他们 执行任务的地方 他们扎英的地方 嗯 嗯 提前三天投票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个游记 嗯 是多次一举的动作 嗯 对大部分的进行 既然多次一举的动作 呃 他们怎么样解释 我们一定要实行 这样子的一个 邮件投票 嗯 呃 是因为以前的理由 我我个人见解的是 嗯 因为军人 要出去外面 呃 自行任务 比如来说在 马来西亚 泰国边境巡逻 比如来说的 嗯 所以可是 现在没有了 所以他现在用什么借口 OK 我不要 我不要那么白色 用什么理由 去解释他们 在实行这个制度呢 可能还有少部分的人 真的是需要执行任务 比如说海军 去航海 嗯 去保护我们的 呃 渔民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是大部分的军警 将成为提前投票 嗯 也不自 邮寄选明的 嗯 嗯 就是说他 他可以提前 提 就是大部分的军警 是不是 他大部分的军警 还是要 呃 提前投票 提前多久投票呢 呃 照现在的法令来说 应该是三天吧 提前三天都票 但是你怎么能够保障 提前三天 这三天 不会出去执行任务呢 如果出 这提前三天 也出去执行任务 半个月回不来 怎么办 哦 通常因为三天的话 是这样的 嗯 你可以说第一天的时候 这一把 这一排的军 嗯 海军 去航海了 OK 可能他们可以安排 哦 这三天内 这一批回来 嗯 然后第二批代替他们的话 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 嗯 才出动的 所以有那个三天的 呃 时间让他们有这种交替 轮班的机会 其实 其实两两种说法都比较牵强啊 一种说法就是说 呃 我一定有人出出外 呃 执行任务了 这个这个是有点牵强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成立 对吧 对 第二你要讲就是说 我一定这三天 我能够安排到去 安排到回的 那那也有点牵强 因为有的时候航海 一出去单程就不要说三天 可能到三个礼拜 再回来三个礼拜 就是就是两个一个半月的时间 哦 所以呃 这个当然都是具体的问题 具体看啊 这也不要紧 那就是说呃 这个邮寄选票 怎么开票 能不能告诉我们 如果要谈起这个邮寄选民的步骤 是其实是很蛮多 很很很很长的一个 漫长的一个步骤 那么呃 简单的来说呢 是呃 呃 这个SPR 他会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 嗯 准备好这些选票 嗯 他们会把选票 还有一个Borang 2 就是身份证明书 嗯 还有两个呃 呃 那种信封 A跟B 嗯 还有一个可无担案 嗯 所以这三个 嗯 信封 嗯 加买 那些选票 和一个Borang 2 包起 砸 砸起来 嗯 然后 放在一个 能够容纳一千张选票 信封的 一个大包包 嗯 然后从 那么经营呢 会有人 在SPR这边 拿到呢 大包包 回去他们经营里面 嗯 那么 在里面呢 他们就 呃 根据 军人的名字 去分发这些选票 嗯 然后他们就在里面投 嗯 他们会把 他们划好的 呃 选票 嗯 连同他们的Borang 2 嗯 他们的信封 嗯 丢进去一个 容纳三百张票的 箱子里 嗯 然后 通常这个 军人呢 会在 军营里面 保留这个 投票的程序 嗯 好几天 嗯 可是是没有人看到的 所以他们几次投票 嗯 嗯 到上届大选为止 都是先找 嗯 查票员去 看的 那这回他会安排 查票员看吗 其实 嗯 这个是 这个莫名 具体的 回答 那查票员是那个 怕 怕 对 是怕 对对对 从现在开始 就是这个问题 一旦出来的时候 呃 这第十三届大选 在这所有的这些军员 会不会安排 这些查票员去监督 这些投票呢 哦 我不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 可是我相信 所有的政党都会很 关注这个问题的 嗯 而且现在这来届大选 那么军 警呢 他有两种选择 嗯 一种是提前投票 嗯 一种是 呃 邮寄 邮寄 嗯 他听说是邮寄会 啊 减少很多 嗯 大部分把他逾去啊 提前投票 嗯 可是没到那一天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还不知道 现在现在还 这个这个投票的方式 已经落定了吗 还是还在 这个研究之中 已经是落定了 然后SPR会在 进去内 跟所有的的那些政党 嗯 啊 举行一些 嗯 セミナー 演讲 告诉他们那些步骤是怎样 嗯 而且这些procedure 那些步骤已经写出来了 嗯 只是他们消购啊 去告诉那些政党是怎么 流程是怎么 流程是怎么 一个一个关系 对 那么呃 这个 我我想知道一下 我们究竟这些军警投票 是集中在呃 几个营营里面投呢 还是还是很多很多的营 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个营在投票 很多 呃 上一届大选的话 大概有 嗯 啊 二十万军 二十万军警 对 而且那个 相信到现在为止 已经更多了 更多了 对 而且是在全国各地 还不包括他们的妻子哦 嗯 然后他们分别在各个不同的营里面投 而这些多少个营 其实你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 没人能够晓得 没人能够晓得 对 但是这个SPR 呃 全局委员会 应该谈得出来有多少个营 那他们应该公布吧 这个不是什么secret 对 可是没有人啊 得到曾经向他们问起一个数据了 嗯 就是就是就是呃 就是不不不不晓得到底有多少个多少个 多少个 其实重点不是在于他们在哪里投票 OK 而是投票的流程之中 是不是啊 弊端 是啊 没有没有 有有人在那边监督他们监督他们 监督他们 嗯 而且选民策 有没有出现问题 有没有出现问题 而Murab就是跑来看这个选民策的问题 OK 就是说军警内部的这个选民策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也是值得你们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对啊 因为这个军警投票 一直以来是没有人监督的 嗯 所以呃 当我们看选民策的时候 呃 固然我们会看普通的选民 嗯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啊 从来没有人真正去呃 看清楚呃 在这个军运的选民策里面 有什么 但是我我最我最关注的还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关注这些游戏选票 军警选票 他是怎么个开票方式的 嗯 我也好奇 因为我我我记得我就是谣传了 我就听说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吗 想想跟你求证一下 就是呃 看到一些传闻说 那些军人他们是在有长官压力之下 他们看着他们投哪一方 然后才把他呃 折起来 才投进去那个箱子里面 就他投什么票 投给谁 就是他的长官会知道 无形中他就变成自己都有压力 逮投给谁嘛 这是真的吗 这个留言委是听说了很多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具体的东西啊 嗯 因为在一个每个军警投票的时候 当你是个邮寄选民的话 你就有一个form 2 本依斯蒂哈兰 嗯 identity 就是要那个军警投票人 正值这几次那位军警 那么那个Boran 2里面呢 他会有这个选票的号码 嗯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呃 证明 证实他身份的人签名 而且在他的那个returning envelope 嗯 envelope B跟envelope A 两个里面都有印上他的那个票的号码 嗯 所以这样无形中是给了一种压力 这就是一个监督了 就这不是监督 这就是一个就是我能够trade到你投谁 你投哪一个方面啊 这个票这个号码是你的 你是谁 然后你打票投了谁 在他就能够呃 就能够说 其实流程里面当当他们开始算票的时候 当这个envelope B回来的时候 什么啊 因为一个envelope A 它里面是装着你的那个选票 嗯 那么form 2是跟他一起 嗯 放在envelope B里面的 嗯 嗯 所以他们一开始 所以这个相当复杂的一个东西了 嗯 你打开了那个 第一个的那个信封里面 然后里面流出一个 Borong 2 嗯 有那个呃 那个票的号码在那边 嗯 然后你再看那个envelope A 嗯 OK 对的话 他们就把envelope A放在一边 嗯 打开来 然后 把那只选票 放在一个盘子里面 嗯 哦 如果你看这个流程的话 它应该是分开来的 嗯 所以 如果你没有去 再去一张一张去找的话 嗯 当然他们投票 还可以讲是保密的啦 嗯 只是当那些军警在投票的时候 发现到 我在签这个Borong 2 我在看这个envelope 到处都有那个偏好 嗯 所以会给他们一种心理压力 嗯 至于 所谓的流传的那种 啊 在长官下面 看着投票的那些东西 嗯 相当多的留言啦 所谓的 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fire 嗯 虽然我们有个具体的见证 可是流远这么久 嗯 是 呃 另外一方面哈 就是说 这些 呃 这些票哈 军警所投的这些票哈 是最终集中开票呢 还是把这些票分 再去分散到各个选区去开票呢 哦 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 嗯 那么 当你在某 在一个parlament 嗯 地方或者一个adun里面 嗯 那些选票是 是再去那个军营 嗯 嗯 然后那些这些票呢 是会回到去那个SPR 嗯 那边去当地算 当地选举的票数 当地选举票数 就是说 你你这个军营属于哪一个选区的 嗯 就是属于哪一个选区 他们不能调走吗 就是说 不能把这个选区的 去补上罗佛的哪里的 去去调去其他选区 是开票是不可以的 啊 是不可以的 嗯 通常因为军警他们 登地成为游记选民的话 嗯 他们会 啊 写清楚到底是哪一区的了 嗯 可能这个军人身在瓜拉伦波 嗯 可是他要投Pera的 嗯 所以 啊 啊 票会寄给他 嗯 可是啊 算的时候是算在Pera那边 算在Pera那边 因为是邮寄 就是已经是固定的 他他反正这张票就是投给那个选区的 就是呃 不存在就是呃 我们过去也听说过这样的传闻 说呃 呃 呃 他扎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救救火的这个救火器灭啊 啊 那边不够票了就把票掉到那边去这边不够票又把票掉到那边来呃应该是没有这种事情 我是听说啦我本身是不能够正视了 而我只是关注研究这个选民册的 他他本身是做选民册的 他们不是没有去研究这个那些东西呢是要当你是做Pera chart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流程 嗯 哦 那那个是另外一个的 那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课题 刚刚好谈到那个就就很好奇嘛 都好奇 对 要谈也是可以 可是要长很久那个 哈哈哈哈 好我们去拍video去去 是啊是啊 因为 是 会离题的 如果在 好了 那我们回到回到课题 你刚才也曾经提到你这个普通选民 你发现了15个问题 普通选民册 然后邮寄选民册你发现了10个问题 嗯 不如说来听听就是都都是 哪些问题能够引起我们关注的吗 好啊 嗯 我们开始说的是普通选民的问题吧 最容易明白的就是有些超过100岁的选民 嗯 他们还在里面 嗯 当然啊 SPR跟我们说给我们理由是说他们一直以来直到最近为止才有跟这个国家政策局 嗯 有一种电脑的online联系 嗯 之前呢是没有的 所以当人过世了之后 嗯 没有update的话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嗯 啊 怎样做呢 删掉那些选民的名册 嗯 所以这是一个最最普通最简单的问题了 嗯 嗯 当然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 比如来说呢 嗯 有一个叫做Code71 嗯 Code71 你 据你所知的话 啊 我们的 嗯 身份证里面 中间那两个号码 对 其实是代表你身体 出身体 我就是Code71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我们这里有一个sample 对啊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嗯 可是偏偏呢 我们发现到 有很多Code71的 嗯 它的名字就很奇怪 嗯 很印尼化 很印尼化 我们知道马来选民的话 我不 当然在这边我不是针对马来人 嗯 嗯 所以他们会有病或者病地 是 可是我们来发现了很多 只是一个 Herry Yanto 或者Ameyanto 这样的名字出现 嗯 Misma当时最出名的了 嗯 他们都是Code71 嗯 而且这么这么印尼化的名字呢 嗯 而且在我们的Murab Report里面 嗯 大概在第32面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么这个 黄博士呢 发现到在Johobaru 有一个地方 叫做Kampong Malayu Majidi 嗯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在信尚里面 是一个相当繁荣的 呃 地方来的 所以在那边呢 你会有 Nombor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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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很完整的地址 嗯 可是我们发现到 里面有一大堆 Code71的人 然后他们的地址 是没有 屋子号码的 嗯 只是 说他们住在Kampong Malayu Majidi 没有地址 没有房子的 那是没有 没有屋子号 没有屋子号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很有趣的 难说我们那时候 我们上前个星期吧 到芙蓉 去拍的时候 去拍幽灵选民的事情的时候 也是到了一个坟场啊 很多人register在那个坟场 是真正的幽灵选民哦 那个就很好玩 那个的话是这样的 因为在选民册里面 他们说 有一群选民 他们在这个地方 Block A Block B 跟Block C 可是当地的 我们的党员 那个相当出名的 Mary Jo 党员 他就做了一个 很好很好的调查 他就发现到 那个地方 只起了一个Block A 没有Block B 也没有Block C 根据那个发展蓝图来说 我们拿着去看 Block B 好像是个坟场 Block C 是一个坟墓 还没有起建筑的 我们拍了下来了 有证据 我也是 很兴趣的 想看你的杰作 我们大家的杰作 好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要问你啊 不过我们休息后 一首歌回来 我们继续来 判讨一下 这个雪民社 到底还能看出什么问题 留言单头最后高照 我们又回到 天马星空的 节目现场了 现场有我家吗 有我命 那我们今天刚才聊到了 这个 这个 雪民册里面的 这个普通雪民 这一部分 刚才你讲的 一百岁 这一类的 还有呢 还有 还有一些 什么 什么样的状况 好啊 那么在丁加奴呢 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状况 在丁加奴的话 他有蛮多的人 有同样的 父亲的名字 同样的名字 还有同样的 生日日期 比如来说的话 Fatima 同年同日同日 同日生的 对啊 很多一派一派的 真的是 所以 我说 单单在 这四个州里面 就来了 九百个 Fatima Binti Ismail 那么 这个太巧合了 可以进了什么 世界记录了吧 对啊 对啊 如果你在我们 Numberab 第九 面的话 你就看得到 很多同名的男人 在同一天 是那个同名的女人 结婚的 对啊 等下 同一个 男 男人 的名字 同样的 一个男人的名字 跟同样的 女儿的名字 女儿 还是女人 女儿 女儿 在同一天 几乎在同一天 就一起出生的 而且在 大家附近罢了 所以这个是 太过巧合了吧 嗯 那 那 比如说 你们提到 这样子的问题 给 选举委员会 他们 他们 他们不是 会跟我们一样 感到非常 这个 惊讶吗 想要见你 他们说是 很巧合了 可是 这个 太过 离谱了 我本身觉得 对啊 对啊 他就用很巧合 就解释一切了吗 是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 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 其实他们要真正去解决这个疑问的话 他们应该是去每一个 Fatima binti Abdullah里面去找的 而且在我们的那些搜查的资料里面 也是很多这些 Fatima binti Ismail Fatima binti Abdullah 他们的地址是不完整的 也是一个甘凤的名字 就是没有物质的号码 嗯 其实这些 就是一般的选民都可以上SPR网站去找得到的吗 这些资料 你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资料 当你去SPR的那个网站 你打进你的IC的身份证的号码 你是可以看到一些资料 可是至于找到这些舞弊的话 其实你是需要蛮多 更多的资料和信息 他们那一般的网民 或者我们的听众到你们的网站 去看到这些资料 然后看到那些IC号码 他们可以自己亲自用这些IC号码 去SPR的网站去查询 对不对 就可以知道 OK 那听众们你们自己去找吧 你们自己看 不要说只是我们说 或者是Murab小组做的研究 你们自己看 你们去找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这个SPR的这个 选民证 你打上一个身份证号码 只要有那个身份证号码的话 他的资料就会出来 你就能找出来那个是谁 那么你把那个相同名字 身份证号码 连续的输入几个进去 你去看 为什么会有相同的这些名字 然后他们的地址 其他的这些细节 又是怎么回事 一样的生日 一样的女儿的名字 是啊 太巧合了 OK 这又是一部分 还有你十五个问题 太多了 真的是 不晓得何从说起 真的是 是 对啊 对 你说吧 没有 我感觉到就是说 你首先来讲 你们选民册 是从哪里得到的 这些选民册呢 这个是当我们研究小组 当然有一些震荡的管道 就是非法道 来得到这些选民册 对啊 其实这些选民册 应该是本来就是公开的 只是说可能你要花点钱去买 或者是怎么样 是啊 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里面 这些选民册 是每一个每三个月会公布一次 让大家民众去去查 去看 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给你去 怎么说呢 挑战 挑战这个 挑战这个人 可是他有很多限制的 比如来说呢 一个人只能够挑战十个 然后还要给一个十块钱 如果你挑战输了的话 那么你就要可能要赔给对方两百块 所以他挑战一个人就还十块钱 他一个人挑战十个人就还一百块钱 一百 一百 一百对 然后你挑战输了 你自己要要被罚钱 对啊 要赔他那种车马费还是什么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是说 你只能干 你只能够在你自己的选区里面 去挑战 对 你不能跑到别人的选区去挑战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限制性的东西 总之 总之他用各种的限制 把你挑战的这种几率 放到最低 你说谁一般的选民 有事没事跑到去什么SPR的网站 还是去什么 什么那个市议会去看 其实你讲的 我看是不得不去挑战 不然如果没有人去挑战的话 那这选民策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可是一般的选民是不会去做的 一般选民不会 但是我们有党啊 是啊 比如说在深美兰 他们有一次寄了大概180封的挑战 输出去 他们挑战了180个人 那么SPR是要把这些信 寄去给这些受挑战的选民 让他们在某一天来到了SPR的办公室 跟他们对阵 这样子的做法 可是寄出了179封的话 179封都弹回来说没这个地址 或者没这个人 那这样子的结果SPR要怎么样子去面对 删除那些人的名字了 就删除那些人的名字 挑战派胜了 挑战派胜了 那那个钱要不要SPR去赔呢 不需要 可是挑战派每一个人付10块钱 也没有得退了 对啊 那谁收了呢 SPR收了 哇 这是不亏本的生意 对啊 作赚不亏啊 而且是做错事之后还能够有钱收 这个法律定的是非常有趣 还有 还有一些什么样子能够让我们感到惊讶呢 或者是惊喜呢 比如来说在巴胜的话 这个地方叫994加兰八半 总共有46个选民 登记住在这个地方 住在一个八半上面 我相信Michelle他有记得这地方吧 对对 我们去那边拍了 详细我就不说 你们看video吧 预知详情 请看Durian FM的这个什么 Durian FM的TV 未来的Durian TV OK 还有什么什么 how do you say 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什么惊喜 有什么惊喜 好像我以前我的外婆说 那一带说 广谷 广都广无塞 陆一带一边翻 翻他的那个76面的报告 一边 对啊对啊 OK 比如来说游记选民的话 我们发现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 有很多选民 他们登记成为邮寄选民之后 还登记多一次 自己成为一个普通选民 Double Registration 那么在 意思是说他们可以 登记两次 也等于投票两次吗 对啊对啊 两次票的机会 为什么有这个权利 我们一般的普通的选民 没有这个权利 其实他们犯法了 OK所以这个不是震荡的 对 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 在第三季的 第二季的时候 有两个军人 他们是在 Rambal Jumpol 这些是Negrees and Milan的地方 他们重复登记了两次 然后 被我们发现了 就被踢了出来 一次是在军营 一次是在登记的普通 对 这是我知道 这因为他们太爱国了 然后 他们原本 他们在接再厉 在今年的 第二季 可是是其他人 有大概有三个人 也是同样的 可是 唯一不同的是 在2011年的时候 这两个重复登记的选民 他们是在 不同样的 Quarter里面登记的 他们在第二季 第二季 比如讲六月的时候 登记成为邮寄选民 然后 Ded Quarter的时候 九月的时候 他们又登记成为 普通的选民 其实我 我从这一点上来看 如果 如果登记 登记这个系统来讲 是应该是 他做不到这种登记的 如果 如果你是搞电脑的吧 但是我 我也 我也做过这类的东西 对吧 如果我的程序的设置上的话 你有了一个 一个身份证的号码的使用的话 就没有第二次机会给他了 他怎么能够登记成两次呢 我觉得应该把以下是 你登记 你不一定要用IC 你也可以用军人的号码 对不对 对 因为邮寄选民 他们登记的话 是用他们进 军人或者是警察的身份证号码 但是他也需要两个不同的名字 不需要 他们 我们找到的例子 是用同样的名字 可是身份证是不同 一个是军人的 一个是老百姓的 但是我所了解到 一般军人 有了军人身份证的时候 同时他的普通IC就暂时是废止的 好像是这样子 是被政府部门收住的 保留住的 对 暂时是废止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 这么已经是被保留住的身份证号码 还可以拿出来浪用 而且在身份证 在登记选民的那个表格里面 其实他也是有一段写作 如果我要发誓 我没有登记过 而且也是表格上也是写得很清楚 你这样子讲的话 我就在想 他如果不是特别爱国的话 那他何必要做这种事情呢 他又不赚钱 对啊 这个其实今天的开会 我们有跟SPR谈过这一样东西 是 然后呢 OK 所以 所以这种一个人 一个军人登记两次 所以我们也是 SPR有给我们一些保证 他们是说 他们现在很积极的 在Mai Tendre这种新的IC里面 他们会尽量把军人的 老百姓的身份证找出来 然后放在一起 所以可以禁止这种舞弊 再次发生 其实我反而是觉得 他有没有舞弊 这还是一回事 我不太关注 我关注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为什么想要弄两次呢 你给我 你要让我娶两个老婆 我可以值得考虑一下 对不对 你让我去投两次票 你说我为什么要投两次票呢 我投两次票 我也改变不了政局 而且这个我也是问过SPR今天 他就说 可能有些人有 别有心思吧 可以啊 你别有心思 你的心思是什么 对啦 所以我们 其实今天我们在SPR 讨论到的重点是 这个选举法令 登记选民法令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说 如果谁给错的资料给SPR 他应该要受罚 罚款不超过五千块 坐牢不超过两年 可是我们问SPR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的舞弊 你一个人都没有提供呢 他们怎么打 当然不能提供 要提供先把他们给提供了 资料已经写得出来 这个登记的选民 assistent registrar的签名也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不能不采取行动呢 那么SPR就是说 他们没有提供的权利 提供是 他们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做了一些 报警 因为有些舞弊 他发现到了 所以 发现了之后 就来到一大堆那种 bureaucratic的情况 我等你 你等我 所以最后一句SPR是说 我们没有提供能力 是在Attorney General里的手里 那么 我觉得奇怪 那么 为什么他们SPR 没有一个自行法 的那种权利呢 而且为什么要等到Attorney General 那他不是很不得空了 不 他以前不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你们这些行动党人一来 就 就这个 等下 等下 他们主要是 MURAP 是那个选民策研究小组的工作 这个不是属于行动党的工作 这个东西成立在于 王建民博士加入行动党之前 之前 他是以一个学术身份的人 去做 那就算是 这不算的话 也是就是因为 王建民博士这么讨厌的人 搞出 搞出这样子的东西来 我们才多了这件事 不然的话 谁会question我们这些东西呢 对啊 对啊 对吗 是啊 然后就是说了 就是 总的原则是我们就问他 如果 SPR真的要 有一个干净 有一个有权威性的 那种选民策 其实 大众是需要看到他们有采取 一个比较具体的行动 他们只是说 某一些 他们会除名 不让他们再登记选民了 因为他们也是说 他们发现到有一些 太过离谱的舞弊 比如来说 登记了死了的人 他们会除掉了 大概有上百个吧 他们说 可是我们大众所 这些事我们大众看不到的 应该有更具体 更有那种交代的那些行动 可是他们看不到 你说他们的工作范围在哪 他们主要是 register嘛 注册选民嘛 然后查选民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 那你是做SPR吗 我说SPR啊 为什么他们每一次大选 都会犯这种同样的错误 而且没有去矫正他 他们的工作在哪啊 而且每一次还收这么多钱 这些都是我们纳税人 在还的钱 其实他们的那些 责任是蛮广的啦 要做 平老师说啦 我也不是SPR里面的 我也是不能够 带他们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我们找到这么多股币 我们只觉得 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你们不采取行动 来对付这些 给你们一些错误的 或者是 完全是骗人的一些资讯 当然 我们今天的交流会里面 SPR也是有 让我们知道 他们的确有做一些功夫 其实我觉得 他们有那个诚意 可是还有很多 可以做到的东西 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子 老百姓对他们没有那个 信心 对信心 我也是 对啊 比如来说在这个 游记选名册里面 其实是 还有很多 在Murab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 很好笑的东西 比如来说呢 在第四十 二跟四十三面里面 我们发现到很多军人 是 跟自己结婚的 对啊 对啊 然后 比如来说这个 ZUGA NAIN 他是嫁给了 ZUGA NAIN 所以你们去看吧 第四十三面 等一下 IC的号码呢 是显示男跟女吗 还是同样的 不是 是同性恋 这是电脑故障 所以我们今天有问了 这个SPR 他们也是说呢 因为之前 他们就没有这种 去查 军人的身份证 跟这个 老百姓的身份证 普通的身份证 好吗 所以现在开始有差了 所以他们开始 慢慢慢慢的去删掉了 可是之前的话 在上一届大选的话 是蛮多这种重复 自己嫁给自己的那种 身份出现的 这我觉得 我觉得他还是 要不就是电脑 整个的电脑系统 是shut掉了 那为什么 其实你任何一个 编制程序的人 他不会允许 这种情况存在的 对不对 他会考虑 为什么同身份证号码的人 可以结婚呢 那是一个rabbit来的 不是不是 他是一个是 他的军警的身份证 是 然后他的妻子 所谓的妻子 他是放一个 sivilian的IC 不过他也结婚的时候 你说我们这个 选民策鼓励同性恋吗 但是他自然会碰到 是不是男跟男 还是男跟女的 这种婚姻吗 你这个系统里面 这机器本身 他能够反映过来的东西吗 很多时候 对很多时候也是要看 SPR当他们在 做这些update的时候 但他们收到了这些表格 因为表格来的时候 通常是写出这个 这个人的身份证号 我觉得这很多东西是人为的 对对对 就是输入的时候 对 那个电脑不离 那人要不就是这个老花眼 要么就是其他 不过我想问一个事情 你去这个SPR的时候 SPR那栋楼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我们那个 国民登记局那么大一栋楼 但这是看不出吧 也是挺大的 也是挺大的 就是说在普策家一样 那你说你有没有看到 他们的office 是不是有很多的职员在工作 这个我倒是没看到了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会议室 只是会议室 这有没有那样子的地方 给你看到 就是说有一片的 那个一个工作的场地 多少人在 在那边处理的 这个选民策的 这个东西 如果整个就两个职员 他怎么处理那么大多的选民策 不可能两个职员 他们每一年的expense 是这么大 你讲的 不可能只有两个职员 那你告诉我多少个职员 我去查查看再跟你说 不能够给我们 Morab count他们吧 还得了 其实你看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他处理那么庞大的一个选民策 我很有兴趣知道 他到底有多少个职员 他每一个州也是有他的分布的 对 每个州有一个分布 但是对我们来讲 只是说每个州有一个房子 房子里面有多少人 我们就不知道了 是啊 是吧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你如果假设了 你总部有一千多人 来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觉得 那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 对吧 因为你电脑化 你系统化 对吧 然后你有一定的程序 去处理的话 我觉得你就算 我们今天选民一共有多少 选民啊 就是这邮寄的跟百万不止吧 不是 如果是说是几百万的了 几百万 几百万 至少六七百万人 大概有真正的恐惧 我还没有了 是 所以大致这么一个状况 这么几百万的这个选民策 其实 我觉得了 其实你比如说 你查对核对选民策的话 你要找到 怪不得你是学这个的 那么快就把这些问题给找出来 其实你设几个条件 是相同条件 或者相似条件 它整个list就会出来了 有事也没有这么简单 比如来讲 你看第四者九面的话 是一个 我真是很佩服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游记选民里面 那么那个军人的太太 是个游记选民 可是我们发现得到 有大概有四十多个 在圣美兰州的 所谓的军人的妻子 当他们被注册成为选民的时候 他们的IC 既然最后一个数字 是个单字 是个男性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那个生日日期 跟他老公的 完全一模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这是两个身份证 放在一起的时候 看穿了 就是说 穿了 看穿了 就是本来是应该看着老婆的 那个身份证号码 结果看着老公的 就照样给输进去了 可是你电脑的系统 你也可以设置 对 我就讲到这个 就是你人为的错误 你可以原谅 但是机器是不会犯错的 对吗 你设置的是什么 他是不会犯错的 其实这个是来讲 这个很 很厉害的一个方式了 输进去 因为她丈夫在 那个电脑系统里面 她的身份证是军人的 是T 比如来说T14133 还是什么的 那么她那个 Sivillian IC 就没用了 就借给了她的驱子 然后重新登记一次 所以她的驱子 可能用了她自己本身的身份证 登记了一次 然后再用她丈夫的 那个普通身份证 登记了一次 而且我们可以在 麦遇据里面 输进了那个丈夫的 IC之后 发现到 闯红灯的是她的账户 不是她的驱子 所以我从这个推论来讲的话 20万金颈的话 假如这20万都结了婚 就有20万个太太吧 20万个太太 每个人搞两次的话 就出现了40万了吧 哇 这是一个不少的 对啊 而且太太不一定是一个 几个太太 如果你看的话 在我们的报告的第51页的话 我们删除了41个在圣美兰州的驱子 然而在52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槟城也是有类似的案件出现 而且这些只是你们查到的 还没查到的可能还很多呢 槟山一角 槟山一角 我不相信这个不是人为的 所以你的conclusion应该是什么 有一群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 然后职业选民策的这个manufacturing company 是吧 对啊 对啊 你用这个factory很好 因为在我记录了一个报告里面 我也是有提到这个factory这个字 是 所以 这个你看 制造的这个程序 比这个调查的程序 是来的容易的多了 是啊 真的是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因为 你进去里面 你看到一大堆的名字 成千上万的名字 你何从下手 而且 你要的是 要靠一种 不是正规的想法去找 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 你愿不愿意雇我 你雇我的话呢 我我会害那些 那些系统 我害进去以后呢 我把它错误的东西呢 全部给你调出来 对啊 我没这么答很理了 真的是辛苦你们一般资源 是 谢谢 马来西亚需要你们这样 更多 像你们这样子 好了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这个 马来西亚这个选民策研究小组的 这个李维达 这个先生 跟我们讲解了那么多 他们也见到了这个SPR的一些官员 跟他们讨论的选民策 至少我们让这些官员们感觉到一些压力 感觉到就是说 民间是在用眼睛盯着他们的 盯着他们怎么工作 盯着他们怎么去完成选举的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就是给我们这个 这些NTO组织一些的赞美 掌声鼓励 谢谢 我带全体委会小组向大家道谢 好了 那我们谢谢这个李先生 谢谢我们的听众 我们明天这时候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